女人即将嫁给自己梦寐已久的男神 怎知下一秒 没想到父亲及两位哥哥惨遭杀害 随着男人的一声令下 匪徒们纷纷开启一场大杀戮 将在场的人统统灭口 女人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叫喊 可家人们却再也醒不过来 匪徒们将其麻晕后带上车 考虑到对方在当地独霸一方 乡民们都不敢与其对抗 与此同时 不知情的新郎一家还在高兴地庆贺着 侥幸逃脱的男子惊慌跑来告知 匪徒们连忙抄小路来到山顶上 对着车队这是一阵女托哥 此时另一名男子告知新娘在车里 男子这才停止了扫射 当他冲到马路牙子试图请求放人时 于是手下二话不说对着男子就回起 其余的人也无一心 回家后卡玛尔痴迷地看着床上的女人 并交代妻子好好照顾他 不久后的他才从一阵噩梦中惊醒过来 眼看他离开后再也克制不住情绪 女人赶忙对他说明 自己是卡玛尔的第一任妻子 他深知丈夫的手段 能做的只有不停的安慰 他的一席话 就好比黑夜中为你带来光明的人 于是梅林也诚心对他坦白 当年爷爷惨遭卡家杀害 所以一直以来两家人都老死不相往来 只因一次偶然 他与哥哥们不小心误入卡家领域范围内 隔天卡家人便急切上门强行下屁 爸爸深知他的婚礼临近并未答应 本以为提前结婚会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 却不成想婚礼当天竟变成家人们的葬礼 梅容他缓过神又被老头召见 老头让他好好看清这里的环境 因为从今天开始他一生都得住在这里 随即为他介绍自己的儿子卡玛尔 近日将会为他们举办结婚仪式 一想到往后将与杀父仇人生活在一起 梅林全身的毛孔都在抗拒 这时大夫人给他善意的提醒 在这个家里就连一只苍蝇都难飞出去 要么死 要么嫁给他 恼羞成怒的梅林提着一只酒吧可以来到窗外 对准楼下的卡玛尔 毫不犹豫地扣下了班纪 原来这一切全是他的一心 但他深知只有留下才有复仇的机会 于是果断来到老头跟前答应了下来 前提条件是允许他回家看望妈妈 老头也不傻 如若他想回家那就得先完成婚礼 很快俩人一个随意而又简约的仪式圆满结束 当晚被夺走珍贵的第一次后 他决定要将自己所受的痛加倍奉还给他 隔天梅林如愿回到自家 但眼前的景象是他万万不敢置信的 母亲因同一时间逝去两个儿子及丈夫 过度崩溃导致精神失常 就连如今最爱的女儿站在他面前 他都想不起来是谁 悲痛欲觉得梅林趴在父亲坟头很是愧疚 索性也在旁边挖出一个位置 浑身赶来的卡玛尔又把将其托出 梅林正托他的双手朝母亲跟去 不久后迎来卡玛尔大儿子生日派对 看着一家人欢声笑语无比的幸福 梅林很不甘心 凭什么他们杀了自己的家人还能那么安逸自在 在卡玛尔的一生命下 手下们都纷纷对着天空开枪以示庆贺 女人为不让儿子碰枪 强行将他反锁在家中 在一直以来的耳目熏燃下 他认为作为一名男子汉必须会使用枪支 梅林眼看机会来临 在他的一番开导下 天真的男孩听信梅林的话来到阳台 而梅林之所以正能做 是因为他观察到手下们都会四处扫射 而阳台是最佳的位置 果不其然 就在男孩即将拿出心爱的枪支跟着一起狂欢时 卡玛尔很快发现躺地上一动不动的儿子 万万不敢置信 儿子生日当天竟成为了他的葬礼 女人哭得死去活来 自己一生都在制止他玩枪支 却不成想最终死在枪下 卡玛尔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因为就在前一天 对于老二的第一次开枪射击他还引以为傲 没成想今日报应来的如此之快 恼羞成怒的他命人绑来自己的最忠实的手下 照顾儿子是他的使命 显然他并没有做到 于是一个无影角下去 活埋就是对他最好的惩罚 事后还不忘给母子俩一笔钱作为补偿 女人一听说自己丈夫惨遭杀害 不停地揪着他讨论说法 卡玛尔则冷冷地将钱随手一丢 但他怎么都想不到 面前的小男孩今后会成为他最大的威胁 与此同时 梅林将男孩的照片移至另一处角落里 他坚信不久的将来 这个地方将挤满卡家人的遗照 事后的梅林心情格外美丽 甚至主动为大夫人端茶倒水 老头很快发现照片的缺失 当他怒气匆匆叫来梅林质问时 梅林是这样回答的 看着老头的表情 显然他的话成功敷衍了过去 对于儿子所做之事 老头斥责他不该冲动 毕竟他不仅是你的手下 还是你最忠实的好友 他甚至可以为了你赴汤蹈火忠心耿耿 卡玛尔却管不了那么多 眼看小娇妻和自己小儿子走得很近 卡玛尔打从心底里高兴 认为他彻底接纳并融入了这个家庭 但他殊不知 这一切全是梅林复仇的进化 一次偶然的机会 梅林意外发现大儿子的爱情故事 原来此女子是叔叔的女儿 年仅18的他 即将走上父母为他安排的婚姻 可为何却与丈夫大儿子走到一起 于是带着质疑找到莎拉 莎拉从姑妈言语中感受到他并无恶物 并对他坦白来龙去脉 他从小就被父母与表哥定向娃娃亲 但由于对方常年在国外很少联系 几乎没有感情可言 而哈雷一直在他身边对他献殷勤 所以俩人才走到了一起 听完后 梅林希望他能够好好珍惜爱他的好男人 这天 突然一位大叔跑来找侄子求救 因先前欠下的钱还未还上 他家手下四处追捕他 话音刚落手下们就找上了门 眼看大叔即将被带走 这时一男子喊住了对方 原来是当时的新郎官 死里逃生的他每日苦练枪技 只为报仇血分的那一天 皇天不负有心人 在好友的指导下 枪法也达到了无所行亲的地步 接下来就得寻找机会下手 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于是联合有着共同仇家的男子密谋计划 正巧被他给赶上了 随即谎称大叔侄子身份混进了卡家 按照卡家人的规矩 拿不出钱就得以命抵换 或者陪他们玩一场刺激的游戏 将水壶立在头顶上 一旦水壶成功被击落 他们可以获得时间去凑钱 相反如若枪支不小心走火当场领盒饭 那就是天意 阿德自告奋勇顶替大叔接受挑战 随后卡玛尔将这个任务 交给自己认为枪技最差的大儿子 就在这时 楼上的梅林突然发现未婚夫还活着 此时此刻悬着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 就在众人们期待的眼神下 大儿子有史以来第一次枪法如此精准 代义等人都离开后 卡玛尔愤怒地揪住儿子 原来大儿子的枪并不差 只是他不想与爷爷爸爸那般滥杀无辜 离开前梅林与未婚夫都发现了对方 他势必一定要想尽法子将未婚妻解救出来 不久后 新郎一家人回国筹备婚礼 阿德眼看机会来临 女人被迫嫁给自己的杀父仇人 当晚被夺走珍贵的第一次后 他发誓一定要将自己所受的痛加倍还给他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他看到三人之间的关系 哈维为此与女友争吵多次 当他找父亲寻求帮助时 哈玛尔却无情地给了他一个母王 并警告他赶紧打消这个想法 眼看小情侣总是偷偷摸摸见面 于心不忍的梅林决定帮助他们 隔天得到了卡玛尔的许可后 成功带着俩人一块出门 而梅林之所以正在做 是他料到一旦让叔叔看到哈维带着女儿私奔 绝对不会善不如雪 一路上 梅林不停地给小情侣灌输私奔的想法 很快几人来到庙里 果然被他发现了未婚夫的身影 因为之前俩人交往时 每周四都会一同前来为家人祈祷平安 当他决定走上复仇道路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他没有回头路 随即对他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不久后阿德按照梅林的指示来到山上 锁定好目标后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怎料他的枪管还是我所听见 眼看计划失败赶忙逃离现场 卡玛尔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想到了儿子 斥责他为何要伤害自己的表哥 哈维极力为自己的清白做辩解 从儿子的眼神中看出了他的真诚 这时卡玛尔猛然想起父亲的话 手下们一直未见到新郎官的尸体 当他对家人说出自己的猜测时 老头当即下令 决第三尺都要把他揪出来 卡玛尔转身找到小娇妻 质问当时即将与他成亲的人叫什么名的 梅林以为自己会见他一事被发现 惊慌的半天不敢说话 好在最后卡玛尔的话打消了他的顾虑 每一个睡不着的夜晚 两人都在彼此思念着对方 未不想与卡玛尔过夫妻生活 梅林总是借着假装熟睡来躲避 肌肤被卡玛尔触碰过的地方 他都感觉是那么的肮脏 不久后手下抓来先前的老头 男人谎称自己侄子已去别的城市工作 老头愤怒地表示 如果被我查出你侄子的身份是假的 那么你就早点做好心理准备 往后的日子里不论手下们如何寻找 阿德就犹如人间争发般 本想绑架其母亲逼迫他露面 没成想对方老早做好准备埋伏于此 手下们眼看对方人多势众 唯有灰溜溜彻的 很快迎来侄女的婚礼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即将成为别人的妻子 此时的哈维双眼充满了愤怒 回想起梅琳所说 想要幸福就得勇敢去追 女友的话一遍遍浮现在他脑海里 哈维怒扇自己几个耳光 作为一个大男人连最爱的女女都保护不了 恼羞成怒的他拿出自己心爱的枪 这一次是为了爱情而战 梅琳眼看机会来临 趁机来一波煽风点火 在看到女友丢弃的婚戒后 她再也不淡定了 随即谎称打猎为由将表哥带出了门 而这一切显然在梅琳的计划之中 她目的是让俩人互相残杀 哈维很快将表哥带到了偏远树林 果然没多久 卡玛尔这边就收到了震惊的消息 她本来可以和男神过上幸福的生活 怎料婚礼当天全家惨遭杀害 从那一刻起她就决定走上复仇道路 于是她精心布置一场相爱相杀的游戏 果然不久后终于看到了希望 一死一伤显然她并不太满意这个结局 女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一家三口大老远回国让儿子完成婚礼 没想到白发人送黑发人 卡玛尔怒气匆匆找到儿子 他俩原本是要出门打猎 由于车子行驶一旦出现故障 刚一下车表哥就被人袭击 当他及时掏出枪也为您兴 你爸发誓就算绝地三尺 也要救出杀害儿子之人 而阿德自然而然成为了大家怀疑的对象 眼看众人们哭得死去活来 梅琳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 相对于自己所受的伤痛 这些根本不算什么 格天一手下对老头说出了自己亲眼所见 他亲眼看见哈维对着帕米尔开枪 哈维手臂上的伤也是自立自立 门外听着一切的梅琳暗暗窃喜 果然自己的心思没有白费 听完后老头带着手下来到马鹏 即使男子拼命做出恳求 对他来说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梅琳转身又找到哈维 再次劝告他赶紧带着女友私奔 因为他的谎言已败露 开导完毕出门后 则冷冷地弹走那一滴鳄鱼的眼泪 果然哈维很快找到女友 让他赶紧收拾东西 梅琳后脚又找到嫂子 而老女人听信梅琳的话 前来安慰伤心的儿媳 却意外被他听到了真相 原来开枪杀死儿子的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亲侄子 立马对丈夫说明此事 他一分钟都不能容忍 杀人凶手每天在他眼皮底下晃悠 隔天老头从大儿子的口语中 听出了端倪 只子莫若府 当得知大孙子开枪是因为一个女人时 孙子的安全着想 老头还是连夜将他送走 这时女人猛然回想起 自从梅琳进门后 家里接二连三出现问题 猜想一定是他从中搞的鬼 卡玛尔认为妻子极度梅琳的美貌 故意抹黑他 隔天清早得知哈维被送走时 大儿子气愤地找到父亲里论 老头立马召集三个儿子共同协商 其实卡玛尔如何恳求也都无济于事 不久后哈维又被召毁 卡玛尔愤怒地揪住儿子 平时你就算怎么贪玩怎么忍事 我都能替你摆平 但这一次他们说要你人命 我却什么都做 门外听着一切的梅琳不禁洋洋得意 果然这一件双雕的方法好用 当晚母亲悲痛地一直陪在儿子身边 看着老父亲独自坐着哭泣 哈维很懊悔自己的行为 如今不仅得不到女友 还为此赔掉了自己的性命 审判日这天 哈维老早起来把自己整理好 临走时 还强忍着悲痛安慰父亲要勇敢 父子俩紧紧相拥已是最后的道别 随后依依不舍地拉着儿子来到众人面前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母亲冲了出来 如若儿子有罪那么侄女也逃不了干系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梅琳来到她面前给出一条小妙计 这或许是能救儿子的唯一办法 而梅琳转身又来到侄女面前 让她为了幸福 大胆在众人面前承认对哈维的爱 然而梅琳之所以这么做 是想利用这个一件三雕 当侄女被拖到众人面前时 在老头的逼问下 哈维抢先一步承担了下来 表示从头到尾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她根本不知情 这一刻母亲瘫软在地上 才短短时间内就让她接连失去了儿子 看着杀害儿子之人 男人颤颤巍巍巍举起了手工的枪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男人狠不下心朝天空开了一枪 一旁的妻子赶紧穿出来头 却不成想里面却是空 因为就在她将要下手的那一刻 儿子的出现让她改变了主意 对于大儿子的举动老头对她感激不尽 因为如果她发出那一枪后 这个家庭就永远结下仇恨 从那以后 女人每日对着儿子的照片素思念 而男人为不想面对弟弟一家 天天陪伴在儿子的墓旁 卡玛尔深知他们在明敌人在暗 希望哥哥不要单独一人待在外面 哥哥越是这样他越是愧疚 他只有一个请求 那就是让他儿子今后不要出现在嫂子面前 那样只会加深他的伤口 萨拉不可否认自己同样爱着哈维 但为了活命 他只能将这份爱埋藏于心 隔天清早 眼看哥哥又要外出想要制止 说完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不罢休的卡玛尔再次呼来儿子 希望他能够诚实回答 到底他是否对表哥开过枪 哈维再次拿着性命发誓 他从小到大从未对他们撒过谎 只子莫若福 这一刻卡玛尔确信儿子没撒谎 那个敌人就是梅林的未婚夫 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总是难以入睡 看着卡玛尔触碰自己 梅林就恨不得 早日报的仇恨回到未婚夫身边 在长时间的相处下 卡玛尔对小娇妻越是疼爱 但他殊不知这一切的一切 全是梅林与未婚夫的策划 包括那个通风报信的仆人 自俩人那次见面过后 总是趁着卡玛尔不再偷偷联系 每一次阿德能够化险为一 也是梅林提前通报 只要这边有什么行踪 梅林都会第一时间通知 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手下们 屡屡失败归来的原因 当晚卡玛尔趁着妻子睡着后 偷偷来到小娇妻房间 听到敲门声梅林赶紧挂掉电话 面对着卡玛尔 他像急了做错事的小孩子 卡玛尔心急如焚 赶紧拉着他上床休息 经过一夜的深入交流游戏后 卡玛尔开心地来到梅林跟前表示 一旦除掉阿德 就再也没人能够阻挡他们的性子 随即召集家里的手下们 带上全部装备准备出发 眼看全部人员离开后 梅林赶紧拿着手机偷偷跑去通知 这一幕恰巧被二哥看到 当他带着一货找到地面 得知梅林不在家立马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 一等人很快来到阿德家里 在卡玛尔的一声令下 手下们纷纷朝着天堆开枪 驻地是通知村民漫分里面的 卡卡玛尔 男子知道该来的躲不过 还是秒变态度硬着头皮出来迎接 为不想闹出人命 男人只好认怂请求他进屋洽谈 另一边的二哥还在不停地寻找着梅林 而梅林此时还不知危险正向他来临 正与未婚夫策划如何抓捕卡玛尔 就在他回头的那一刻 突然与二哥来个四目相对 梅林立马请求电话那头放过自己富家的人 随即让二哥赶紧去保护公共的安全 眼看二哥离开后 梅林这才长松一口气 一路上老二不停地给父亲打去电话 爱与老头在洽谈重要事情手下不敢打扰 就连弟弟的电话也是无人接听后 老二更心急如焚 但他殊不知自己已经落入敌人的圈头 另一边的卡玛尔在逼问下得不到阿德的踪迹 索性邀请村长到自己家走一趟 阿德在接到梅林的电话后 老早安排好友在他必经之路原地等待 不大一会儿果真看到车子路过 男子冲上前拦住车辆 谎称自己遭遇阿德埋伏好不容易逃出来 村民们正在极力追捕他 然而就在俩人聊天之际阿德已偷偷来到车后 没两下的功夫就将他五花大绑 阿德还不忘给卡玛尔打去炫耀战机的电话 随后好友将一块几百斤的大石头放下 拉下手杀后让他自由飞翔 卡玛尔意识到哥哥情况不妙 立马打给老父亲让他提防附近 而梅林在收到短信后 心里的大石头才对已落下 终于他们的心思没有白费 他也要让卡玛尔好好感受一下 失去亲人的滋味 卡玛尔等人一路上不停寻找 发现哥哥驾驶的车辆 好在并没有发现尸体 一气之下将村长囚禁在马棚里 当晚手下们找到了二哥的尸体 而老父亲在面对着丧子之痛 直接悲痛到卧病在床 卡玛尔发誓就算绝地三尺 也要揪出阿德为哥哥报仇 随后恼羞成怒的他的村子 这是一切 若不是老大的阻止 或许村长当场就领了活饭 看着众人们在吊咽 梅林此时此刻心里很是痛快 随后来到屋内 在众多照片中移走了二哥的遗证 卡玛尔杀害了他的全家 他也要让他的家人为此付出再加 刚出完毕 村民们为了村长纷纷上门说起 对于他们来说 两个村子一直以来从未有过恩怨 老头的目的很明确 他只要阿德 长老表示他们整个部落就算拼尽全力 都会为他们找到阿德 但村长不能留在此处 老头犹豫了片刻还是答应放人 村长出来后立马与阿德等人见面 并让他们赶紧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否则卡玛尔不会给他们更多的时间 当晚父子仨人在商量对策时 老大猛然想起 自从弟弟把梅林带进家门后 这个家庭就接二连三出现问题 此话一出老头也意识到儿子的话没错 因为你杀了他的全家 他可以做到这一边 这时卡玛尔突然想起 妻子先前也说过类似的话 但他仍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随即找到小娇妻 每个人都说漂亮的女人有 可是我偏偏不信 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 梅林在听到全家人对他的猜疑后 心不跳脸不慌地对他编起了一番花言巧语 他们说当你爱一个人时 你就会被谎言蒙盖了双眼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相信你 但是战争已经开始 如果让我抓到这些事情与你有关 那么我一定会让我们的爱留下记号 从那以后不论梅林走到哪 老大总是会无时无刻盯着他 不久后眼看大夫人被公公召见 梅林顿时萌生一个大胆的想法 伴随着家里接二连三出现命案 老头便交给大儿媳一个任务 那就是好好监视新儿媳的一举一动 对于公公的指令他从不敢反抗 因为他已经被折磨怕了 随后找到梅林诉说心中委屈 他的母亲也就是公公的亲妹妹 母亲离世后叔叔不忍心 便将他嫁给了卡玛尔 当时他已有一中人 答应取我的前提条件是 让那个女人做他的二姨太 原本他和卡玛尔的生活是幸福的 自从二姨太进门后一切都变了 他甚至从未把自己当成一回事 就连肚中未出世的孩子也惨遭他的毒手 家人们听信他的谗言 说孩子是我自己亲手杀害的 为此他被囚禁在地下室长达半年时间 那段时间手铐脚链成为了他最好的朋友 后来公公把他放了出来 从那以后他只能以仆人的身份住在这里 他很羡慕梅林的年轻貌美 深受卡玛尔的宠爱 希望他能够好好珍惜这一份幸福 一番话让梅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隔天清早趁着梅林不再偷偷来到房间 在翻箱倒闺后果然有所收获 但他并没有第一时间交给公公 而是把他藏了起来 当梅林回到房间 发现打开的柜子意识到不对劲 果然自己藏了许久的手机不翼而非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杖子敲开了门 怒气冲冲抓着梅林就是一顿鼠落 我不希望这么美丽的脸庞做出丑陋的事情 好在卡玛尔只是因为压力而做出的怀疑 梅林认为一定是大夫人说了什么 不过在听到她的说辞 和家里人的平静后 梅林认为一定是自己多虑 另一边的阿德 眼看梅林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焦急不安的他决定回去打探情况 当晚梅林从卡玛尔口中 未听到任何关于手机的消息时 这才松下一口气 随即向他提出一个建议 让哈维与萨拉结婚 必来俩人有情人终成眷属 二来也能让这个家庭再次活跃快乐起来 卡玛尔思考片刻后同意了他的观点 当他找到老父亲说明此事时 结果也是如他所愿 老父亲认为这件事不该被传出去 根据前面三桩命案的经验来看 一旦家里举办喜事 当天必定会出事 随后再次召来大儿媳 询问她是否搜集到什么消息 女人谎称没找到证据 紧接着把梅林叫到自己房间 因为她想亲口听她解释 当她拿出手机的那一刻 梅林迅速反应过来 谎称自己藏手机是方便与妈妈联系 听完后 大夫人愧疚地把手机交还给她 当晚卡玛尔将这个喜讯告知妻儿 哈维脸上终于洋溢出久违的笑容 儿子幸福作为母亲的更高兴 然而婚礼又是否能够如愿举行 男人同时娶两个漂亮老婆 并表示谁先怀上儿子谁的地位就高 不久后大太太率先怀孕 心机的二姨太 偷偷在大太太的杯子里投放堕胎药 甚至怂恿丈夫将大太太囚禁在地牢里 伴随着她为家族接连生下三个大胖孙子 地位更是可想而知 然而好景不长 没多久丈夫又取回一个肤白貌美的三姨太 她的进门也让原本平静的家庭接连出现命案 不久后在她的撮合下 两个友情人终成眷属 然而她的计划这才刚刚开始 同样的场景同样的画面 原本她也可以幸福地生活着 面前的这个男人 直接将她的生活推向地狱般 仪式圆满结束后 看着面前貌美的妻子 哈维久久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因为他们的这一份爱确实来之不易 隔天清晨 小夫妻俩早早来到大伯房间 恳求伯母的谅解 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儿子 你们就是我的父母 只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最终伯母被侄儿的真诚所打动 毕家人再次兵事前嫌 然而这样的和睦并不是梅林所期待 凭什么自己的家人惨遭杀害 他们又能这么幸福地生活着 偶然一次机会 让她看到满脸悲伤的老大着急出门 于是立即给男友打去告知 果然男子很快在帕米尔坟墓看到了她 她此次前来是觉得愧对于自己的儿子 在一番交谈下 她很快想起老父亲的嘱托 当她试图掏出枪支时 不成想前一秒喝下的水中已被偷偷加料 当她再次醒来 全身已被捆绑得无法动弹 得知面前的男人就是一只苦苦寻找的敌人士 即使她想要挣脱 奈何全身却没有一丁点力气 果然老父亲的猜测没错 可惜弟弟被爱冲昏了头不相信事实 奈何如今醒悟已晚 阿德认为像他们家族那样的人 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报应 我不会杀你 不过她会伴随着男子的出场 她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入敌人的圈套 当年自己的父亲 被她父亲折磨到痛苦的死去 如今她也要让她儿子感受慢慢死亡的滋味 说把一刀打下来 与此同时 手下们很快发现停在路边的车子 当卡玛尔等人赶到时 在一个偏僻处发现一只断掌 和已经没了呼吸的哥哥 老头顿时整个人都瘫软了 卡玛尔很快发现地上留下的一张字条 索性梅林提醒的 即使俩人才成功跑过 不过地上的脚印 还是被对方追打上来 俩人意识到寡不敌众 便让阿德打快 原本她可以和男神过上幸福的生活 一场大杀戮让她走上了复仇的道路 伴随着墙上的照片逐渐减少 她坚信希望的曙光就在眼前 每当家中举办哀悼会时 她就多了几分成就感 终于也让他们挨个感受失去亲人的滋味 短短一个月的功夫 让她失去了两个孙子及两个儿子 万万没想到一大把年纪 还得白发人送黑发人 此时此刻老爷子再也承受不住 眼看老父亲的病情逐渐在家中 卡玛尔来不及悲伤 以每秒180麦的速度赶往医院 经抢救及时 虽然性命得以获救 等待她的确实一辈子瘫痪在床 这个结果卡玛尔万万不能接受 随即交代儿子看好老爷子 他要回家半点正事 看着瘫痪在床的爷爷 此时妻子的话再次涌出脑海 这场恩怨让他接连失去多个亲缘 希望丈夫能够为了俩人的幸福退出战斗 哈维又何尝不想 可是他出生的环境容不得他退缩 卡玛尔回到家 立即对男子进行严刑拷打 即使被残忍的折磨七天七夜 男子始终守口如瓶 卡玛尔一气之下让手下好好伺候他 同样在家的萨拉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 兴奋第二天小俩口不得不被迫分离 这一刻萨拉坐如针毡 对于目前的她来说 丈夫就是她的一切 为期盼丈夫早日回家 天天守在阳台等候着 梅林试图从她口中套取家中信息 却不成想她也和自己一样一无所知 距离事发时间已过去好几日 未接到男友电话她一刻都不得安宁 见到丈夫萨拉一把投入她的怀抱里 她很害怕再也见不到她 为了安全起见 希望丈夫从今往后不要出门 另一边的阿德为了躲避卡玛尔的追捕 她不得已逃离来到另个城市 饿了肯树皮 实在困得受不了也只是小咪一会儿 因为活下去才能对得起好友的牺牲 天刚微微亮她就又不得不起来赶路 也不知走了多久 饥渴难耐的她正好遇到一处人家 谎称旅行者成功借过手机 当她给好友打去通知时 正巧村长正在卡玛尔家中已是吊咽 为不让卡玛尔察觉出问题 立即改口对方为叔叔 让他好好照顾身子自己会抽空去看望她 阿德交代完事情后很快挂断 如今老爷子卧病在床 卡玛尔便承担起了这个大责任 自儿子一世后 老爷子每日从噩梦中惊醒 他愧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 于是勒令卡玛尔一旦抓住敌人 必须要当着自己的面接管他 他不止一次怀疑过家里的女人 他认为一定是大儿戏出卖了家里人 这绝对是最狠的复仇爽句 为报复丈夫对自己一家的面门惨案 女人终于鼓起勇气用枪指着丈夫的脑门 原来就在几天前 女人联合男友杀死了丈夫的大哥 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男友的音许 偶然一天意外让他偷听到 丈夫等人并未抓到男友的消息时 顿时心里的大石头堆已落下 于是趁着没人注意 偷偷来到河边给男友拨去电话 却不想对方竟是丈夫大儿子的声音 原来就在案发当天 哈维意外捡到阿德掉落的手机 随即将其交给父亲告知刚才一事 卡玛尔猜想敌人一定通过这个取得联系 随即让他时刻盯紧手机 话音刚落 老父亲因焦急的心迫不及待出院回家 再次召来大儿媳 询问交给他的任务有何进展 女人再次谎称自己每日与他在一起 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卡玛尔深知两人的谈话内容 即使他不愿意相信这一切与梅林有关 随即还是希望他作为家里的大儿媳 有责任帮助他并且支持着他 即使二姨泰再次提醒丈夫不能相信梅林 卡玛尔仍坚信自己的想法 接到阿德电话的村长马不停提感 提醒他当下的情形 并给了他一个新手机及现金 阿德第一时间发给女友归报平安 为救出好友他再次返回 当晚老爷子从一阵阵噩梦中惊醒 梦里那些惨死的人统统嘲笑他梅林 隔天清早立马召集全村的人 他希望这件事能够引以为戒 成为他的敌人下场亦是如此 伴随着男子对自己一家发出的嘲讽 老爷子一个手势 卡玛尔立即递上枪支 看着爷爷有气无力的手 一旁的哈维上前就是一个女孩 卡玛尔也加了其他 伴随着更多的人丰丰丰丰丝 男子没三两下就从我哪蜂窝子 收到男友信息的梅林第一时间给他打去 告知男子被杀的消息 殊不知俩人的对话意外被大夫人听见 梅林刚想要解释却先遭到一个巴掌 怒斥自己对他多么信任他却欺骗自己 梅林本以为大夫人会将此事告知丈夫 恰恰相反 大夫人反而成全他与男友逃离这里 因为不想看到他命丧于此 于是在大夫人的支持下 梅林给男友打去约见面的电话 随后又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获得出门的机会 来到地点男友早早等候着 对他说出目前的处境后 希望他带着自己逃离这里 阿德本想留下为好友复仇 可又拗不过女友的坚持 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带着梅林离开 怎知俩人刚走出门口 女人递给丈夫一把手枪已是自己的清白 第二天却又偷偷与男友私奔 本以为事情做到密不透风 不料还是被丈夫等人抓的现象 眼看所有的路口全被堵死 显然对方是有备而来 这一天他一等待多时 卡玛尔决定要给老父亲一个特别的惊喜 回到家 傲娇地拖着敌人来到父亲跟前 老爷子看了一眼 刻然发现先前所谓的侄子身份根本就是假的 即使落入敌人手中 阿德仍不停给对方发出警告 在他对老爷子一阵嘲讽后 恼羞成怒的卡玛尔命人将他关押到地牢里 看着男友被狠狠地折磨 一旁的梅林心如刀割 事后老爷子不可置信这一切是怎么发生 当得知是梅林的帮助时 他更好奇他又是怎么知道 哪个时间段他在哪里 梅林谎称近日就是他父亲的忌日 他猜想他一定在那里 这一次卡玛尔更嘚瑟地在父亲面前 宣扬自己当初的选择 通过梅林的帮助 也彻底打消了家人们对他的猜疑 而这样的结果显然都在梅林的计划之中 因为就在昨天 他观察到自从大哥的死亡后 家人们便将目光转移到自己身上 甚至卡玛尔也质疑着自己 随即当场表示会帮助他们抓住阿德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于是他利用大夫人来完成这个计划 事后又来到大夫人面前哭诉委屈 自己照着他的说法去做了 这下却要牺牲两个人 一方话下来整个大夫人很是愧疚 未弥补过错 他决定帮助阿德逃脱地牢 前提是他必须看紧卡玛尔 自儿子丈夫接连离世后 经不住打击的女人此后便疯疯癫癫 嘴里总是说着一些奇怪的话语 阿德被抓住后每天被折磨到生不如死 老爷子将儿子之死全部算在他头上 他不会让他舒服地死去 即使如此阿德仍不轻易认输 只要他还活着一天 他们就别想过着安稳的日子 在老爷子的一声令下 迎来的又是一顿无情的家人 男友落入这样的下场 让梅林时刻处于愧疚中 不知接下来他们又会如何对待阿德 没容他多想卡玛尔急忙感爱 通过这件事他彻底信任梅林 还未先前对他抱有志意感到抱歉 从今往后我会用爱好好来弥补你 每每听到这些告白梅林都渗得慌 不过还是口是心非迎合他的爱 因为他和男友正密谋着一场复仇计划 一旦卡玛尔等人彻底对他卸下防备 重头戏这才刚刚开始 这是一部我前任看后哭着求死的复仇爽剧 女人卖力伺候杀父仇人长达七七五十四天 终于让他逮到机会 这场面真是大快人心 原来就在一天前 卡玛尔故意带着妻子来到旧情跟前炫耀 阿德痛恨梅林对自己的背叛 直到梅林的一番话 这才让他恍然大悟原来都是女友的计划 当晚卡玛尔为梅林送上久违的结婚礼物 他的一系列话和动作 都让梅林全身充满了抗拒 每一次的身体接触 都增加他内心的一份仇恨 与此同时 为以防敌人逃脱大儿子哈维被安排蹲守牢房 大妈急切跑来告知伯母情绪激动不停哭闹 待哈维一离开 大夫人立即跑到地牢丢给阿德一把小刀 因为早前她答应过梅林 一定帮助他俩成功逃离这个地狱般的牢笼 拿到小刀的阿德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成功逃了出来 哈维来到伯母这儿眼看安然无恙 意识到事情不对劲赶忙冲了回去 不成想遭埋伏于此的阿德一把制服 大夫人拼命上前拉架 则被一甩当场领了盒饭 熟睡的卡玛尔被儿子的一阵叫声惊醒 阿德拼了命中来试 正好击中即将逃跑的阿德 却没想到还是来晚了一步 不论他如何呼喊儿子再也醒不过来 恼羞神怒的卡玛尔对着阿德就是一顿女的 梅林很快发现大夫人的尸体 她对她更多的是愧疚 短短时间内遭受接二连三的打击 老爷子彻底一摊不起 晚强的照片如今所剩无几 梅美一闭上眼睛都是家人惨死的画面 自她决定走上复仇道路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双手已不再干净 趁着家人们在忙活哈维下葬一时 梅林赶忙来到老爷子床前 将她的药物全洒一地 听到声音后假装若无其事地离开 梅多久又再次返回 看到你这样我不知有多高兴 这一次梅林打算让她死个明明白白 梅林料到老爷子一定会有所作为 于是连夜偷偷取下所有子弹 说完一把将她丢下床底 我要将所受的罪全部通通还给你们 直至老爷子隔屁没了呼吸 这一刻真是大快人心 不久后卡玛尔等人回到家 梅林悲痛地来到她面前 告知老爷子离世的噩耗 深受打击的卡玛尔再也不能淡定了 此情此景是那么的似曾相识 如今卡玛尔应该能感受到当年她的无助 隔天清早换上服装与卡玛尔来为家人祭拜 刚一下车卡玛尔就顿感一阵不适 原来在来之前 梅林在她的饮料中添加了大量的剧毒 伴随着毒药发作 让她不惯不得的鲜血 梅林眼看机会来 林立马操出老早准备好的手枪 即使死到临头 卡玛尔仍不愿相信这一切与她有关 我的罪恶就是不该爱上你迷恋你 最后一刻卡玛尔只求一死来的痛快 希望她放过自己小儿子 曾经的画面历历在目 梅林毫不犹豫扣动了手中的扳机 让卡玛尔作为家人的陪葬 是她对妈妈及死去的家人们许下的沉默 虽迟到许久但一切值得 母亲也在村长的帮助下 经过治疗后精神恢复正常 梅林哭着趴在父亲的分头痛 她终于为家人们报仇血痕 突然想起什么再次捡起地上的枪支 原来是卡玛尔的小儿子 卡家的最后一个后代 犹豫了很久梅林还是无法下手 或许她还未做到像卡玛尔那样没心没肺 最终决定将她收养在身边 没多久二姨太也因病情加重离世 萨拉也再次找到幸福的归属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年的小孩已长大成远 儿子听话懂事一直保留感恩之心 母子俩反乘路过原来的地方 此曾相识的画面不仅让她想起了卡玛尔